警砖学生体能训练使出浑身解数 他们都是未来维护台湾治安重责大任的人民保姆 不过却有一名硬性高中生才刚通过警砖的鄙视测验 就在网路上狂妄发言 他说是闲来无事才报名警砖 认为鄙视简单的如同智力测验 推荐大家都来读 因为不仅不用学费还有钱拿 更说他高中三年不学好都在虚度光阴 温默还写着很想当警察 因为只要看谁不顺眼就开他发单 此文一出不仅警戒骂声连连 外界更是踏伐 认为这名学生的心态如此偏差 根本不配做人民保姆 其实要正式成为警砖学生 需要通过鄙视口试以及体能测验 三阶段皆通过才会录取 但这名学生只通过了第一阶段 就在网路上嚣张po文 也让网友炮轰此风不可掌 记者台北最后报道